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跟各位聊一个话题叫做仔细看电影 那我讲仔细看电影就是 我有在介绍电影的时候 有的人可以觉得说 哎呀我怎么介绍那么仔细啊 比如说我介绍那个 印度现在最红的那个电影叫白老虎 Huan Tiger 那还有介绍过天才 真假天才 也是印度2020年的 去年的一个很好的电影 那我介绍这些电影的 因为他都不是保莱坞歌舞片 跟歌舞没有关系 他是介绍现代对是一个反省的电影 那我常常在介绍的时候很仔细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哇你介绍太仔细了 你应该要只要讲大纲就好了 让我们自己去看 不是 因为我曾经有过一个电影欣赏的一个课程 那个教的课程的那个老师说 老吴你太厉害了 你看的东西大家都看过 但是都没印象 而我可以从那个细节里面讲出来 这个看 我为什么讲 仔细看电影呢 就是我们看东西都是看了一大片 物理看花 没有仔细看 那实际上这个情绪像是一个老陶 一个真正的会吃的 一个吃客 如果说一个名厨做出来的菜 他可以跟那个名厨讲说 你在这个菜里面加了什么 什么微量的佐料 这个厨师如果听到这个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非常欣慰 为什么 因为他所有的这个手法都被你看穿了 哎呀你真的是我的知己啊 薄牙跟这个 这个宗子骑士的 这个很难得 所以他觉得说 哎呀他今天这个 他做的这个功夫都没有白费 同样的电影也是这样 电影的画面啊 不是那么简单的 随便在路 马路上随便找个井 不是这样子 他有的是搭井 有的是 不管怎样都是清场 所有荧幕上出现的人物啊 动物啊什么 全都是在控制范围之内 所有画面里面的蛛丝马迹 都是在控制范围里面 他为了要画面的美还有一些气氛等等等 他的连光线什么啊 全部都是控制的 比如说我们看那个 《荒野刀标》《黄昏双标客》那种电影里面 每次要决斗的时候都要路 都要在那个 在那个马路上面 大人们都 都奔乡的那个金桃 然后再来就是 会有一些草 被风吹的卷起来 从那个画面里面经过 实际上他那些画面全部都是用人造的 他是用电风扇 大电风扇在里面吹这个东西啊 这些东西等到 如果说他在试镜的时候 他还要再卡 卡了以后再把那些道具全部搬回 另外一个搬回原位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电影就这样演的 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 那么唾手可得 所以他每一个画面 每一个服装 道具 化妆 全部都是精心设计的 他要再让你看到的东西啊 声光化电 全部都要让你深刻了解 如果你厨子大业看的 你一面在那边吃东西 一面在看 或者是跟人家聊天 你看电影 那你白看 简单讲就白看 就我的影片也是这样 我的影片 为什么今天会讲这东西 因为有新的朋友说 说我的影片太长了 应该要弄成三分钟 两分钟就好了 三分钟 两分钟 一首歌是三分钟 没错 超过三分钟的歌 人家不愿意听了 但是你要讲一个情节 你三分钟讲不完 有的人讲说八分钟 八分钟讲一本书 八分钟很多书你讲不完 你只能挑的讲 挑的讲 就刮一六万 就是这样 所以我讲的东西啊 我希望说 有的人讲说我凡事都要从盘古开天讲起 简单讲这就是所谓科普 就是这样 行家啊 有的人讲说你讲的太浅了 这我都知道 可是其他人不知道啊 这个你你觉得浅你就跳过嘛 你就看我对你有兴趣的嘛 你就跳过 那总有接引出击嘛 出击就是初学的人 初学的人他就从我盘古开天 他就吸收了 那我常常会晾一些什么 晾一些比如说 比如说晾这个啊 所以我以前得到的牌子嘛 在讲牌游泳的 那我我常常讲说我的老朋友 都觉得很烦 老吴你在碰工业谁不知道 我说对你知道但是新朋友不知道 我要告诉他 莫把荣誉德当作等闲看 我刚刚讲过仔细看电影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个画面 我们常常看的这个画面 哎呦这个地方好 这个一点雾霾都没有 怎么那么干净 实际上那个导演在拍这个镜头之前 他用了洒水机啊 用那个救火车来洒水啊 整个空中的雾霾 全部被那个水给给给给给给 清洗过了 另外有一些有一些画面 有一些画面 你可以看那个奇怪 是不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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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面里面是下雨了 下过雨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看晚上那个霓虹灯 路街街街街道上霓虹灯一打开之后 那个街面上那个地面上都 反映出那个 那个五花十色的那些那些那些霓虹灯 实际上那都是人造的 是因为什么 因为要拍这个镜头的时候 那个导演先像洒水车在马路上喷的水 让就是喷的那个薄薄的水明明没有下雨 他马路上也平常也不会反映出那个那个霓虹灯的这个光 因为他是马路是黑的嘛 但是因为为了拍这个镜头 所以他特别叫那个洒水车洒了水之后 让那个路面上有点水 所以那个霓虹灯一开之后 路面上就五光十色 感觉上特别的那个有一种特别的美 凡此种种都是那个导演精心设计的 所有的画面像比如说 那个恐怖大师徐旗考课 他常常要自己要在里面串一个小脚 在人群里面 实际上你可以看他不管敢挤公车 会做什么什么动作 所有的公车上的那些人啊 什么东西啊 包括那些晃动啊什么 全部都在控制当中 也就是导演的控制当中 因为导演决定一切 因此就会有很多的争执 比如说李小龙以前刚到香港去的时候 他拍的那个唐三大兄很轰动 但是拍唐三大兄的时候 他跟那个导演罗维 两个人有强烈争执 因为罗维不懂武术 李小龙懂武术 他认为说这个镜头要怎么怎么拍 那个罗维不同意 结果他们两个人为了这个 听说很吵 常常吵架 吵架之后 结果罗维觉得他好像 那个导演的权威被受损 因为导演决定一切 结果唐三大兄用低成本 演了一部电影 结果大卖轰动 结果邵逸夫立刻就 就直接 李小龙直接跟邵逸夫谈 就直接由他来导演 就跟罗维分道扬镳了 第二部电影开始 李小龙就自己自导自演 同样的同样的道理 以前那个 以前那个有一个武打导演叫张瑟 张瑟捧红的那个狄龙江大卫啊 还有罗列等等人 那个张瑟他不会武术 但他拍了很多拳脚片 那当时他找了那个 武术指导叫刘家良 个子矮矮的一个广东人 他练的是男拳 那刘家良因为常常导演他的电影 但是那个张瑟 导演有他意见嘛 要让你这样打那样打 那不符合权理 不符合武术的原理的 那那个武术指导就会解释嘛 比如说像袁和平也是武术指导 那现在的那个 好莱坞电影的武术指导 是从胡金泉开始的 他演《龙门客栈》的时候 他发明的 那当时他的武术指导是韩英杰 是一个乐剧的一个武丑 这些人是真的会功夫的 但是他们是听导演讲 你讲了算 你讲我这个不合权理 我也认了 但是我能做 我只能做到这样 那剩下你看你要剪辑 还是要怎么样 那是你的本事 那以前的人是这样 后来这些武术 真的懂武术的这些人 他就不这样认为了 他就会有争执 这个镜头我要一定要这样做 要那样做 有很多人批评李小龙 其实李小龙伟大的地方 就在于他懂得 用镜头来介绍武术 在他之前没有人 没有人世界上没有人 欧美人不懂武术 所以那 那中国人 香港那些 那些拍电影的那些导演 也不懂武术 所以必须要懂武术的人 来拍武打片 所以李小龙成功了 成功在这里 他划时代的先锋人物 那刚刚讲的 后来张册跟刘家良自己自立门户了 他自导自演 他自己当导演了 他就脱离了那个 然后他用的演员 也不再是张册的班底 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哈 如果你不仔细品味的话 你出之大悦的 你就跟吃收水一样 把那名厨的东西吃完的话 那名厨不但不感激你 而且他觉得 哎呀浪费了 乌龟吃大麦浪费了 同样的 我的节目也是这样 如果你觉得说 我每次都要从盘古开店讲解 你觉得很烦的话 你尽管跳过 我get out at early OK 以上吴中成跟各位分享 仔细看电影 仔细看我的影片 谢谢